59.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道報 夢想小鎮背後的創新密碼 2015年7月27日邀文A 日本報記者鄧淑華報導 在浙江省杭州城西古運河畔 一個專為創業者如堅的樂園夢想小鎮正在吸人世人目光 夢想小鎮自今年3月開業以來 已有240多個項目、2,000多名創業者 阿呂百川枯化器、灣西加速器、 折達教友會枯化器等多家創新型枯化器 浙江省信息產業基金、隆崎科技等管理規模 超過300億元的多家投資機構陸續入住 有人說:「這類是名呼其實的小規谷。」 也有人說:「這類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夢想小鎮 是什麽樣者坐在短短6個月時間內建成的特色 小鎮能有如此高關主到和美與到 近日,機者來到夢想小鎮,探尋其背後的故事 浙江特色小鎮的先行者之一一個 V型雕塑處立小鎮中央,一條河流與囚段搬飄落在小鎮大地 一排排錯落有至極極富時尚感的小流意外而見 所有一齊,都令人感覺似乎上揚在一個美麗的景區 這就是夢想小鎮先度區級人們樓下的第一印象 夢想小鎮相關負責人一邊帶領人們參觀 一邊介紹這座特色小鎮的歷史 夢想小鎮所在的區域是一個擁有近800年歷史的古鎮艙 鎮上座落著將太嚴固居和四毛糧倉兩個民保單位以及一大批歷史古蹟 多年來,這座擁有深厚文化基礎的古鎮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開發路徑 行駛在經濟轉型快車道上的浙江 也在探尋經濟身上替下的發展新路徑 2014年10月30日,浙江省省獎理強在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新聞發布 報會常說,浙江將通過系列小鎮建設 打造更有激情的創業生態系統,讓浙江成為創新創業的天堂 特色小鎮建設也被列為浙江省2015年重點工作之一 根據規劃,未來三年呂浙江將重點培育100個特色小鎮 夢想小鎮即是浙江省最早的一批特色小鎮 早在2014年8月,李強就提出 在杭州未來科技城飲津、夢想小鎮 將其打造成為讓夢想變成財富的地方 杭州未來科技城 海創園、管委會主任審問南介紹 倉前鎮所在的杭州未來科技城市由浙江省 杭州市和漁航區三級重點打造的高端人材聚集區、體制改革區和自主創新示範區 已吸引阿里巴巴淘寶城、中國移動研究院、中國電信創新員等一批集團總部、中央企業 科研院所及世界五百強企業相繼落戶 互聯網創業的興起為倉前古鎮開發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 但如何將古鎮改造和樸方塔班或相結合 讓歷史的基因與現代創業精神相融合成為一個核心問題 在開發過程中,我們堅持全成家創新的開發模式 堅決不搞大拆大建,努力構築一個有機生長、高度融合的特色小鎮 沈文藍表示,根據規劃,夢想小鎮核心區三平方公里 其中仙道區佔地230畝,建築面積17萬平方米,一期佔地600畝 計劃於2017年全部完成,其餘為二期和三期用地 夢想小鎮按照13創業辦公、13商業配套、13生活配套的比例佈局 並引進宇家青年創業公餘,為創業者打造配套完善、 時矛有趣的創業社區,打造新型綜合創業服務平台 夢想小鎮的建設經歷了一個常下互動、不斷探索的過程 隨著大撲平、萬眾創新浪潮的興起以及撲方塔 仍將鑑視Nix、夢想小鎮的建設者們對其認識也逐步從模糊走向清晰 而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發展撲方塔諾I大撲平S創業的指導意見的出台 更是讓它們心中豁然開朗,夢想小鎮不是原區概念,也不是地域概念 而是一個低成本、全要素、開放式的綜合創業服務平台 沈文藍表示,我們將互聯網和互聯網家思維貫穿於夢想小鎮建設的全過程 以開放、融合、共治、敵代、高校五個關鍵詞統領小鎮建設、小鎮發展、政策先行 夢想小鎮並棄了以往根據產值、稅收對企業進行扶持的一般做法 特意制定了關於建設夢想小鎮的政策意見、天使投資引渡基金管理辦法等一攬子申請 夢想小鎮的創業者們可以享受到從辦工場所租金等減免、到低利息貸款 以及天使投資引渡基金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小鎮建設、重在運為 夢想小鎮橫踏建了線上加線下的服務平台 在線下、夢想小鎮組建創業服務中心、由工商、稅務等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現場集中辦工 同時引進專業財務、稅收等中介服務機構 為企業提供涵蓋工商事務、環境評估等各項代理服務 在線上、夢想小鎮開發了專業運服務平台 主要構建五大核心無快 一是夢想辦事大廳、為夢想小鎮企業提供政府事務、生活配套事務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務 二是夢想工作坊、提高運主機、運實驗室等服務、為創客提高技術支撐 三是夢想學院、定期發布國內大賽、論壇、路演等活動 四是夢想雜事、為企業提供線上創業中介服務 五是夢想驛站、提供夢想小鎮內食、住、行、樂的線上服務 夢想小鎮相關工作人員介紹、夢想小鎮還按照曼少鎮區域、千少鎮樓宇、百少都桌面 Wifi全覆蓋的要求配備了免費基礎網絡、打造了一個互聯網特區、願景黃大、服務極致 這是夢想小鎮樓級人們 的第二個印象 二千名創業者齊聚夢想小鎮夢想小鎮先道區僅用一百八十多天就建成、成為創客們的夢想天堂 如今、開業僅四個月的夢想小鎮已是人氣十足、除了二百四十多個項目、二千多名創業者外 還有多家創新型枯化器、金融機構以及其他中介服務機構相繼入住 這類的創新創業氛圍日益濃厚、自開業以來 夢想小鎮相繼組織了中國、杭州、財富管理論壇、萬物互聯創新大會、 阿呂百川 夢想創業大賽等七十多場大型活動、累計參加人數上萬人 那麼,是甚麼祝咒了夢想小鎮的高人氣、如潮水般湧入夢想小鎮的創業者們又從何而來 我能真實地感受到這類的與眾不同、從基礎流與建設到創新創業政策 都及了我們新鮮感、而且在這類、資本對項目會有強烈的關注程度 入住夢想小鎮的創業者、杭州虛然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許其如是說 在杭州未來科技城召開的一次會議上 記者見到了入住夢想小鎮的灣西加速器創始人張傑 這位說話快速、性格爽朗的八寧厚女孩被人親切地稱為花姐 花姐從2005年開始創業,如今已是杭州市小有名氣的天使頭之人 灣西加速器每年會帶一群小鮮肉去美國歸谷考察 花姐言談舉始終透露著一種自信 不過,這種考察對於我們來說不僅是學習和取經 也是一種雙向交流 在過去幾年裡,我把我們在杭州的做法 向來自全球七個國家的代表介紹後 他們完全被震撼到了 是的,我們也有值得外國人學習的地方 花姐的愛人也是一名創業者 旗下公司已有一百多人,他兩同事浙江大學校友 浙江大學不僅校園面積位居於全國首位 大學生創業率也位居於全國前列 一項數據顯示,全國大學生創業率不到百分之一 而浙江大學的大學生創業率卻已超過百分之四 如今,浙江省已形成了以高校系、亞旅系、海歸系 以及借商系為代表的創業四大系 這四大系成為夢想小鎮入住者的重要來源 夢想小鎮所在的杭州未來科技成序 集了1255名海外高層次人才 其中中央千人計劃人才70名 以浙江大學校友會呼發器、亞旅百川呼發器 以及各類借商投資的金融機構等已經相繼入住夢想小鎮 除了這四大派系 杭州媒體也加入創業服務領域 在同一場會議上 記者見到了杭州日報華資投資平台相關負責人 5月底,由杭州日報華資投資有限公司全身 搭建的破坊塔X第七空間入住夢想小鎮 第七空間為企業提供中廠虛B培訓評估、數據資源、社會傳播等全方位支持、做投資 建設破坊塔XA 這是全國黨媒探索轉型的一條新路徑 也是浙江人敢於探索創新的一個體現 在夢想小鎮的花園裡 有一個書寫著大撲平 萬眾創新的巨大牌子 擁有幾千年歷史的古運河村震而過 冤延流淌、創造了IPO 神話的阿里巴巴集團在機公里外安政處立 杭州師範大學、浙江大學比倫而見 大撲平、萬眾創新的浪潮風起雲湧 在短短六個月內拔地而起的夢想小鎮 在擁著難以複製的天時地利人和 當走入夢想小鎮深處的一棟小樓時 記者看到梁倉夫發起的一個廣告牌 上面寫著梁琴澤木兒妻、捉夢天下梁倉 而正在快速發展的夢想小鎮 又何嘗不是一個捉夢的大梁倉 一個吸引各類人財經商前來的催涉地 至少明天天天下梁倉夫